又暴跌啦 台北股市今天暴跌超過1800點 外資是在殺你嗎 投資朋友 外資是在殺你嗎 特別留意喔 如果你沒有融資台積電 這個時間點 你要分辨你的股票 有沒有被錯殺喔 歡迎收看標股空盤數 我是陳怨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 台北股市今天的行情 讓很多投資朋友感到沮喪 那當然了眼前這個盤很多人在問 指跌了沒 好因為今天真的太可怕了 有史以來因為盤中有許多的 觀眾朋友跟我互動今天來講我們盤中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於針對 許多的投資朋友你的手中的持股 做一個簡單的見解快速的見解 今天來講我在盤中是針對盤前 廣播的聽眾 那今天來講 你看我的節目 特別留意我們今天會針對LINE的朋友們 你每人一檔的 快速的持股見證 那我先去上個禮拜五 你有收看我的節目我們提醒到幾個重點 第一個 當然了你手中沒有融資的台積電 今天的這個行情 你要特別留意 你的股票有沒有被挫殺 因為有史以來 很多投資朋友都跟我反映 這輩子沒看過 跌停版的股票這麼多的 那當然以據老師來講的話那真的是已經是 13年前 當時候來講的話那一年2011是歐債危機的那一年 但是那一年這樣的一個暴跌法盤中 股票 上百檔跌停 那個是在 當年的8月份 美國政府債券第一次被調降平等的那一次 所以現在場底有點跟當時候雷同 今天跌停版的加速那種場面 那當然你有看我的節目 那我們上個禮拜五有特別去強調 來 好我們上個禮拜五盤後 就已經告訴大家你接下來要特別留意什麼 你有加我LINE 你已經知道了 這個禮拜 到禮拜三之前 行情還在持續淘汰散戶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五的節目講了很多次 如果你沒有融資的台積電 你不必緊張 當然了今天的 跌停版的股票很多400多檔 很多投資朋友股票的跌停 沒有關係 切記 分辨好 跌停的股票 有沒有被 挫殺 今天盤面400多檔的股票跌停代表說 超過一半以上的股票 他是被挫殺的 你一定要知道 那當然 這一邊台北股市在做什麼 上個禮拜 節目我們已經幫大家把這一則 我在上個禮拜 盤後 禮拜五盤後 特別所聊到的一個重點 特別拿出來了 今天 我相信 當然是慘烈的點 今天這個行情當然是比想像中的慘烈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人 你手中的持股 你是被挫殺的 你手中的持股是被挫殺的 包含 最新 我在錄節目之前 最新盤後 整個美國盤那一邊 恐慌指數 已經突破了 三年半 超過三年半 最恐慌的一個數值了 今天來講我在錄節目之前 那個恐慌指數最高已經突破30了 而且最高的數字已經突破了 當時候 2020年10月 2020年的10月 那個時候的恐慌數字了 好吧特別留意 所以 現在隨時隨地 你只要記住一句話 我們在禮拜六禮拜天 其實 我在Lite這邊就有提醒了 一週之內 隨時扭轉 恐慌的程度包含了 今天來講很重要的 上個禮拜你有看節目我們已經特別跟大家聊到了 融資 的減幅 包含了台積電的融資 要不要退 是現在眼前的重點 今天來講 你可能看到外資 我賣超 699億 又將近700億 我看的是什麼 今天來講的話 沒有意外 400多檔的股票 殺跌停 這個是很標準 殺融資的一個行情 所以 今天如果融資一天可以減掉超過100億 拍拍手 今天融資的維持率 如果第一個減掉超過100億 然後融資的維持率 降低 到兩年的新低 破140 那真的 行情要好好拍拍手 今天 你只要特別去留意 你最重要的任務 檢視你手中的股票 是不是被挫殺 很重要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融資本來在最近這一個月 就是大增的 追價融資本來從7月開始 你的股票 他就是市場一路在追的 那今天他不是被挫殺 他今天是被 標標準準被殺融資的行情 台積電 今天跌停 就是如此 好不好 上個禮拜 我先進 很多人 手中有台積電的 對我來講的話 好像是 我是他殺腹仇人一樣 老師你一直在講台積電 我們融資台積電是得罪你的嗎 上個禮拜 老師那個7月31號 那個台積電 好好的啊 8月1號 人家台積電還漲的 我們融資有得罪你嗎 你給人家講成這樣子 融資必須被犧牲 對吧 我相信 上個禮拜五跟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我就講 融資台積電他必須被犧牲 好不好 所以你現在手中 沒有台積電 沒有台積電融資 我講得很清楚 是 沒有融資的台積電 來 我們上個禮拜五節目已經告訴大家了 第一個很重要 你的股票跌幅有沒有比大盤重 你的股票跌幅 如果有比大盤重 你要想 想辦法就是說 接下來怎麼來做解碼 當然 那個最當務之急的 如果你的股票跌幅比大盤重 然後 又是7月 一開始一整個月融資飆高的 跟台積電一樣的意思 那你現在真的是 紅灰桃 你真的該擔心 但是你如果手中的持股不是這個 跌幅還比大盤小 不用緊張 你手中的股票跌幅加起來比大盤小 今天卻跌停盤 錯殺 好不好 我們上個禮拜我把這個操作心法 提醒大家了 我不曉得大家有把它記起來 所以 綜合來看 今天你看到媒體新聞所寫的那個標題 斷頭式暴跌 這裡面 第一個很重要 我要拍手的是 斷頭式暴跌 因為 代表了今天這個殺融資的行情如果成功 今天應該盤重很多人停損 而且融資直接被斷頭 那絕對是好事 7月你有看我的節目 我花了一整月的時間告訴你 一定要降低融資 一定不要用融資來做股票了 今天426加收跌停 我就問大家一句話 很重要 因為我們把操作清盤給大家了 你今天看到跌停版的股票 超過400檔 426檔股票 今天收盤是跌停的 他不只是盤中處跌停 而且還是收盤跌停的 代表的是 裡面來講的話 至少200檔以上 是被措殺 200檔以上 這400多檔的股票 殺跌停 至少有200檔以上 他是措殺的 所以 千萬要記得 今天來講的話 市場是淘汰了很多散戶投資人出去 那當然 我也必須感到欣慰 因為 上個禮拜五 晚上 好幾個觀眾朋友在我的LINE裡面跟我聊到 老師 下個禮拜完蛋了 因為第一時間發現 上個禮拜 明明上個禮拜五大跌 台積電的融資卻是增加的 上個禮拜五 大盤大跌 但是 融資是減少 台積電他居然是增加的 所以你說台積電 他今天觸到跌停板 他該不該 我說該 他們本來就是要犧牲 該犧牲的是融資台積電的 今天已經破900塊 然後收盤是815 跌停板是813 那我相信 很明顯你可以看得到 距離我所強調的 910塊的台積電 一張差100塊了 你現在很多人應該都知道了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你融資台積電必須得被犧牲 一定要被處理 現在今天來講如果晚上 因為我錄節目的時候台積電的融資數字 還沒有出來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 你跟我一起發現 台積電的融資 出現大幅的消退 代表什麼 我們應該要在電腦畫面前面 五股掌 該殺的人 有被殺到了 那代表的是 禮拜二禮拜三 隨時隨地 你不用去盯著美國股市 你只要瞄一下 恐慌指數 只要一爆增 一爆增 創下再創新高 因為恐慌指數 30以上 就是個零件點 過去不管幾年 30以上 恐慌指數只要飆到30以上 你就要留意 接下來隨時隨地 會打頂 然後做板工 切記 現在是8月初 也許在下個禮拜 父親節過後 你所看到的行情跟你現在不一樣了 上個禮拜 禮拜五的節目我們已經講了 那我希望就是說 一開始的節目 我希望給大家一個 非常重要的重點提醒 那我也希望你說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留意 你 不要錯過我在Lite的提醒 來 好不好 今天的盤中我們已經特別強調了這件事情 股票是有超過半數被挫殺的 剛剛我已經聊到了今天打跌停收跌停的股票 超過400檔 代表的是 至少有200檔以上 今天跌停 今天往下破頂 他是被挫殺的 如果你手中有這樣的股票 你一定要發現 好因為我們已經強調了台積電 跌破900塊 伏額被出清 今天大盤融資大減百億 我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都不要變成是 今天被淘汰的投資人 我都希望你看我的節目 你上個禮拜五有看我的節目 我都希望你今天 不是被淘汰的散戶 好不好特別留意 那個我跟台積電 沒有 仇恨 你用融資 做台積電 跟我來講也無冤無仇 但是你用融資 去做台積電 是這一波行情 最大的始作俑者 所以我必須在 7月底那個時候 還沒放颱風架之前 我就拼命在節目上一直講 一直講 那今天的盤中9點50分 那時候已經暴跌了 說穿了 很多人如果市價在砍股票 市價在賣股票的 那你要特別有心理準備 你如果賣錯股票 禮拜四那一天開始 你會慢慢發現 你錯錯了一件事情 因為你內心的恐慌 然後在這個行情裡面 犯了最大的錯誤 切記 攤平的台積電 融資攤平的台積電 本週崩解是最大的利多 好特別留意 我特別再強調一次 你融資台積電跟我無冤無仇 但是你要知道 這一波台北股市最大的股災 融資的台積電 追價融資台積電 他是始作俑者 你現在手中如果沒有融資台積電 切記 而且 我剛剛已經聊到了 今天這種跌法盤面上 上百檔的股票殺跌停 我們前一次發生在2011年 那一年歐債危機年 那一年的8月份 是因為美國政府債券被調降平等 也出現過像今天這種行情 今天這種場景 隔了13年的時間再次出現 所以切記 被錯殺的股票 在後面會比大盤更快板工 因為大盤他還會受到台積電來做簽字 所以錯殺的股票你只要發現 你只要發掘 那個 比大盤更快速在未來 做一個反攻 切記 會更快形成底部更快往上來做反攻 所以你的股票 如果有被錯殺的 你要先發現 好不好 那 今天這個時間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必須得強調 因為我們已經強調很多次了 你手中沒有融資的台積電 不要輕易被淘汰 我今天再把這一句話 送給所有觀眾朋友 在我YouTube頻道的影片下方留言 這一句話 我沒融資台積電 我不輕易被淘汰 然後截圖下來 你回頭都有Lite 一個人 一檔 你的一檔持股 我快速幫你診斷 這個是因為我Lite 破萬人了 那我希望說這個時間 我想要做 更有意義的事情 幫你檢視你手中的股票 有沒有在今天被錯殺 我剛才聊到了 被錯殺的股票 你要有心理準備 後續會比大盤更快反攻 因為大盤會受到台積電的簽制 特別留意 我強調 這個觀念你一定要記得 切記你留完言之後 那一句話要截圖下來 回傳到我Lite 小老鼠 J78 然後 你告訴我 你想要讓我看的那一檔股票 他叫什麼名字 股名代號 然後 你的持股成本在什麼地方 總共幾張 150位 我希望說在明天收盤之前 明天禮拜二收盤之前 我快速的幫 150位的觀眾 做這件事情 一個人獻一檔 好不好 我要你好好記住這件事情 沒有融資台積電 不要輕易的被淘汰 我沒融資台積電 我不輕易被淘汰 你把這一句話留言在這一集YouTube頻道的 影片下方的留言板 截圖下來回傳到Lite 我直接 幫你看一檔股票 快速診斷 好不好 不要傳錯啦 不要傳錯啦 啊你記得 你想要讓我幫你快速看了那一檔股票 也要 那個回傳的圖完之後 下方 直接留言給我 好不好 讓我們團隊可以快速的 趕快作業 那我可以就收到那個清單之後 快速的可以回覆給你 特別留意 我相信 今天這個行情 沒有意外 7月份你用融資的 包含了7 尤其是7月份 你在910塊以上 用融資去買台積電的 尤其是我上個禮拜特別強調 因為我很強調這件事情 你980以上1000塊去融資台積電的 你就得在這種行情裡面你必須得被犧牲 我在看 今天來講的話 不管你的財力有多深口袋有多深 今天這種行情 你用融資的台積電 尤其是980以上的 我就不相信 你不會被砍出去 特別留意 那當然 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是其他 非台積電的融資 切記 接下來 你要懂得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不要再補錢了 這種行情你如果用融資再補錢 真的很可憐 不要讓自己一錯再錯 第一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7月份花了一整個月的時間 告訴大家 你千萬不要再用融資來買股票了 你有看我的節目都知道 我們早就提醒了 7月份 台北股市的融資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高 那尤其是那個台積電 是追的最兇的 切記一句話 這一句話 這個禮拜你一定要牢牢記在心裡面 我沒有跟融資做台積電的人 有那個殺腹之仇 你用融資做台積電 跟我也無冤無仇 好吧我必須強調 從上個禮拜陸陸續續 有觀眾朋友 留言給我老師 我沒有得罪你啊 老師 你為什麼要詛咒我們 沒有詛咒 今天的行情你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這麼針對他 我提醒多久 你有加我Lite手機都可以拿出來 這個我是重點式的不斷來做提醒 所以行情這個時間 他就是針對融資的台積電 你就必須得知道 人家要殺的是融資的台積電 你如果被挫殺的 你股票被挫殺的 你千萬不要跟著一起被 砍出去 讓我幫你看 你如果手中的股票是被挫殺的 你要知道 後續來講的話 你有一個機會 也許談起來 第一個你可以比較尊嚴的換股 那當然第二個 你如果不是用追買的 你是用低階的 比如說在重要均線 季線 半年線 或者是你跟我一樣 懂得去抓把人吃貨的成本區 你非常有機會 甚至非常有機會 在接下來 行情拉起來的時候 我剛才強調 你被挫傷的股票會比大盤更快 往上來做一個反彈 那個時候反而你可以不用賠錢出場 你懂我意思 切記 這一句話 你一定要記得 這個禮拜特別重要 因為已經是 最後最後的階段了 人家要砍了要殺的是台積電的融資 好不好 我不是 要針對那個做融資的台積電 然後要詛咒你們 因為我們早就已經提醒了 7月開始7月初我告訴你 不要用融資 那你 7月23號放颱風價之前 你看到這一句話 股票融資 害人也害急 你台積電買在多少 我已經講很白了 當時候我們已經很強調了 所以 當時候連續兩天的台風價 那個時候你看不到看到我的LINE的提醒 你有 好好的跟我助理這一邊好好的做互動 你有誠實的 我講一句話 上個時候我就講 誠實的告訴他你的台積電是用融資的 至少第一個 你融資900塊以上的 融資910塊以上的 7月23號的畫面 你現在可以知道說為什麼當時候910塊以上 台積電 那個往上做那個反彈 而且在910塊以上的時候 7月23號那個時候是禮拜二嘛 當天禮拜二嘛 台積電有沒有讓你機會 你做融資的台積電他有沒有給你機會 先落跑 但是很多投資朋友很可惜 他看到漲 老師 人家漲起來 你為什麼說人家要跑 我已經強調了 因為台積電在這一波往下殺之前只有兩天往上漲 你有兩天的時間可以處理融資的台積電 那你沒有處理現在你就是準備第一個 比誰的口袋深嗎 第二個 你 口袋夠深 你要補錢補多久 好你口袋很深 你今天補錢禮拜二補錢禮拜三在補錢 你熬得過去嗎 我不是在詛咒 我跟你也無冤無仇 是這個時間點你必須得知道我們講在前面 而且這個時間 台積電的融資可以清 清得非常徹底的話 那這個時間 就有 有助於整個大盤 快速的出現那個扭轉的長紅棒 切記喔上個禮拜五節目我已經跟大家來做提醒了 那個當外資 出現一天 900億以上的賣超 那種行情 後面都是 那個上下沖洗打底的 而且沒有任何一次是走空頭的 而且上個禮拜的節目已經提到了 前一次2021年那個時候外資一天賣超 944億上個禮拜五外資賣超966億 第8天 第8個交易拉出逆轉長紅 扭轉的長紅 那一根長紅出來之後確定不會破底的 特別留意 所以 現在這個時間點你要特別去跟 台積電來做比對 很重要喔 你現在手動的持股 第一個你先算一下 他從高點拉回 而且是7月份創新高的喔 台積電1080塊 是7月份的高點喔 那台積電從7月份拉回 股價跌到那個今天這個低點 24.7% 比大盤還重 那這種股票 跌幅比大盤重的股票 切記 融資要先退 因為你 特別留意啊 台積電融資不退 今天來講的話 再次拖累大盤 今天跌停 他沒有被挫殺喔 那你的股票如果跟台積電一樣 從 7月高點 殺下來跌幅 重於大盤 好 他的融資 是沒有像台積電這樣子 去追價的 讓攤平下來的 切記 很有可能是被挫殺的 很有可能被挫殺的 特別留意 那當然啦 你第一關 跌幅 沒有像台積電這樣子 高於大盤 那 不用看了 是被挫殺的股票 好不好 我就直接這樣講喔 好不好 真的特別留意喔 因為我們在 那個 禮拜一啦 上個禮拜一就已經特別跟大家去談到了吧 台積電漲 別開心 絕對不是讓你買的 我寫得清清楚楚 你加我Lite 盤重你看到這個訊息 第一個你就問你要不要相信而已 你信 這一段行情 第一個 你不會再掉進去台積電攤平的陷阱裡面 好 再來我特別聊到 今天晚上 因為我節目在錄影的時候 融資的余額 各個股票的融資的部位都還沒出來 所以今天晚上你看我這一集的節目去看一下台積電今天的融資 有沒有快速降到 這個2.9萬張了 好不好特別留意 有沒有快速降到2.9萬張了 這個在我們在上個禮拜Lite就已經提醒了 節目也有提醒了 好不好 好這邊 上個禮拜五台積電融資是 33802張 那今天來講的話 最基本 這種行情台積電融資能不能降到2.9萬 29000張 好不好 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大盤 從高點到今天 破2萬 跌幅是 18.9% 如果 你的持股 跌幅比大盤 輕 就他跌幅了 從那個7月高點殺下來 還不到18% 18.9% 切記 非常有可能被錯殺 好不好 那個上個禮拜五我們已經在節目上 跟大家把這個操作心法 跟大家聊過了 這一波的行情 很重要的是因為他有這樣的跌點 單日跌點 上個禮拜五千點 這個禮拜一 1800點 對 就是因為這樣的跌點 所以他不難 難的是你在第一時間面對那個行情的時候 能不能克服你心中的恐懼感而已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跌點 所以他有跡可循 好不好 切記 很重要 我跟他聊一句話 特別留意 內資 自營商 他在7月份的時候已經先砍了 你說大盤過2萬4的時候自營商已經在砍股票了 現在自營商換句話講已經砍一段時間了 隨時隨地恐慌指數達到一個極端 包含了融資如果快速的 輕了 至少了一天百億的 出清 包含了台積電的融資砍到2萬9 小心第1個 本土自營商會先買 第2個 你有看8大行庫他很敢接 相信我不用講 你也知道新聞媒體都告訴你8大行庫 接什麼股票了 我先提醒大家 上個禮拜我們有特別再去強調 8月份有一件大事情 5年前 台商 資金回台 台商回台的資金 8月份要解禁 因為他悶了5年 5年不能投資股票不能投資房市 這個月8月份要解禁 那批火水我們講了超過3000億 算一半 一半進股市就好 不要3000多億全部進股市 1500億就好 比過去國安基金實質砸進來股市就是的 那個資金還要多 所以 當這批火水還沒進來之前 還沒時間到解禁之前 切記 連政府 基金 連政府 基金 現在他都 蠢蠢欲動 我等著要進場 切記喔 所以我一直強調喔 你手中的股票如果被挫殺的 這幾天的行情 你務必要先看得出來 你先看得懂被挫殺的股票 第一個 剛好你手中持股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後面 這個股票 會比大盤 往上更快來做反攻 你非常有機會不用做什麼攤平 不用做加碼 你就可以逆轉了 所以這個操作心法 你會用 上個禮拜我花時間講這個操作心法 你會用 接下來的行情你會比其他 被嚇到的投資人 更快更有效率的逆轉 切記喔 好不好 但我要特別的講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 第二個條件 跌幅比大盤重 跟第三個條件 融資是大增的 你必須得在這個時間點先減 否則到時候 你的股票可能繼續殺 因為融資沒有處理完的股票 他後面 大盤主體會不關他的事 所以換句話講 你融資台積電的 你不要去摸底 很多人跟我說 老師 做台積電的人 他不會是一般的散戶 對我承認 講的有道理 會去做台積電的 不是一般散戶 所以比較有錢 他們比較敢用那個房地產押進去 讓券商做財力證明 讓他可以那個 開信用 槓桿放大 直接去攤平台積電 對我承認 但是 這種行情 如果連那些人都撐不住了 代表什麼 底部很快就出現 所以現在你要擔心的是 第一個台積電的融資 有沒有減夠的 我已經講了 2.9萬張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我剛才講的 用融資來做台積電的 他可能相對比較有錢 但是 沒有 沒有辦法去做融資台積電 他融資是其他股票的 他鐵定在今天就拜拜了 因為他財力沒有那麼 沒有像那一些 融資台積電的人 第一個那麼有錢 所以他們會先出場 所以你如果 不是 持股台積電 你一定要有一個認知 今天這個盤 你的持股會比台積電的人 更早 殺乾淨 淘汰更多的散戶投資 淘汰更多的融資 符合 切記喔 所以這個行情 我這樣講一句話 你看過這個操作心法 你就要一個心理準備 你現在手中的持股如果不是台積電 你比 那一個 手抱的台積電的人 掌握了更多的優勢 因為你的 那個那一檔股票 你的持股的那個融資幅額 是起早 更快清乾淨的 更容易清乾淨的 特別留意 那上禮拜我們特別聊到 如果你的 股價 股票 持股 他不是這個 不用擔心 那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手中持股 融資是大增的 最近一個月大增但是我們特別強調 他的卷資比是拉高的 飆高的 那你不用擔心 來我舉個例子 好不好這檔股票我在節目上有講過 那我希望特別要跟大家來做提醒 好不好 來 今天銀廣也有殺跌停嘛對不對 銀廣也有殺跌停嘛對不對 喔老師 打下去就是瘦啊 直接鎖起來鎖死 喔好像很堅決對不對 切記啊 特別留意啊 銀廣的卷資比啊 你看到你會怕死啊 銀廣的卷資比快要八成啊 換句話講這種股票雖然跌停版 但是怎麼樣 後面你看一下他後面會很快速的 那個融資殺夠了 整體的融資殺夠了 這種股票 會更快的主力往上來做反攻 來 忠實觀眾你一定記得 去年的第四季 我帶會員進場安國 今年的第1季 1月份的時候 在利多還沒爆出來之前我帶會員卡位神盾 這兩檔股票 當時候 就是因為 卷資比一直往上飆 所以到後面 大盤還沒攻的時候 大盤還沒飆出去的時候 他們的股價已經先發動了 而且當大盤飆出去的時候 我們 在第1檔卡位那些卷資比高的股票 後面 獲利都可以翻倍 銀廣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在那個7月初的時候 獲利公開 好給你公開全部賣光光 那時候也賺8成 重要是什麼 券資比 這種行情 很多人在做停損 融資做停損 對他該砍 因為他 資金不夠 當然也有另外一批人想在說我空死你 這種行情 一定要空死你這些股票 所以很多放空融券的人 這種行情他會很爽 但是你要知道 他們如果不曉得去抓法人資金的籌碼 很容易接下來換他們犧牲 謝謝 今天的節目內容你務必要知道 我們已經跟他強調了 這個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操作心法 來我再強調一次 如果你手中沒有融資的台積電 第一個 千萬不要輕易被淘汰 一人一檔 持股快速的見捷 為了要慶祝我的LINE突破萬人 我希望說這個行情我希望可以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在我的YouTube頻道影片下方留言 我沒融資台積電 我不輕易被淘汰 然後把這一句話截圖下來回傳到LINE 把你要讓我見證的那檔股票 股名代號 直接回傳 包含了你至少要讓我知道說你買在你的持股成本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手中會緊張 我才可以跟你說 這個 你要換 快速換 這個 後面反彈的時候 你一定要換 我至少可以下這個判斷 我不曉得你買了幾塊錢 說不定你買在底部 你沒有告訴我你持股成本在你買在底部我不知道 我 你都知道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所以我希望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你看了我給你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然後我也希望我的節目這一集 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好不好 沒有融資台積電 不要輕易被淘汰 這一個持股見證的活動 好好鎖定我LINE 也許你手中持股部位如果多會讓你睡不著 歡迎你照我LINE 小大鼠J78這一邊 好好的 留言讓我們看到你 包含喔切記喔 你如果持股部位多了 一定要跟我的特助搭上線 好不好 颱風加納兩天 有用融資去台積電的 人家早就跑了 人家跑在900、900、900、700 你今天台積電 破900了 接下來你要擔心破800嗎 當然我已經講了 台積電接下來第3季有一個黃金買點 當然也有一個避難的賣點 如果你現在手中有台積電部位的 也好好的利用LINE 讓我助你好好給你登記 不要再錯過了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會用網絡的電腦 是在台積電腦 有一個小時的電腦 是在台積電腦 在台積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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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自付投资风险